新北市芦州区乐林学习中心开办特色课程 105年度第二学期自10月起陆续开课 共计12周 11月30日在鹿江国小也安排成果发表会 展现阿公阿嬷们第一学期的学习成果 墙上挂着一幅幅优雅书法字画 桌面上则是有编织包包与手作小物 这些全都是芦州乐林学习中心 长者们的上课作品 从服会到会然后有一些东西因为很细 那你要很细心 那因为我从来没做过 对啊这是第一次 看到成品的人就很开心因为很漂亮 希望跟生活结合 让他们觉得做出来有成就感 然后回家是用得到的东西 那他满足他 他想会想再过来就会动手动脑 手眼协调 让他们不会得失智 然后心境更开心 利用我们的师资 那还有什么国标舞 各类各类的活动 那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长者 能够走出户外 然后来到学校里面 不断的终身学习 那透过这个方式也能跟什么 跟同龄期的一些伙伴 大家聚在一起聊一聊 那人家讲说活到老 学到老 最主要的目的大概是这样子的 当天成果发表会 乐林中心也特别邀请到卢州区长 赖俊达 加免长者们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很多的这种知识的一些课程 包括英语 包括日语 所以我相信对整个长辈都是一个 知性感性的一个学习的空间 那今天是一个成果展 同时也每年提供一样菜 然后来共餐 我相信这是对我们这些卢州的 这些长辈是最棒的一个学习环境 卢州乐林学习中心 下期开课时间为明年度 主办单位陆章国小表示 课程全部免费 会依照长者有兴趣的内容来做安排 当时也欢迎长辈一起来报名 记者陈明辉 戴华 陆州采访报导